老龄化的日益凸显,很多人都意识到了社保的重要性 社保是我国给人民的一项基础生活保障政策 到目前为止,应就只有很多人能够享受到这项政策所带来的福利的 而我国也在逐年完善社保的相关力度 力求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项福利保障 2018年已经过去,2019年的社保也有了新的制度 而这三的变化将会关系到每个人 其一,社保手续的办理 新的社保办理制度将会简化了整个社保的办理过程 人们不再希望为了手续繁荣而头疼 这样也能够让社保工作人员减轻了工作程序 提高了社保的办理效率,也能够合理的利用工作资源 其二,社保的黑名单制度 我们都知道没有程序就是等于损失了很多机遇 假设一个企业不给员工讲的社保 或是少给员工讲的社保,就会被拉入黑名单 可想而知,如果一个企业被拉进了黑名单的话 他的合作者在合作之前也是会经过慎重考虑的 而企业如果不想被拉进黑名单 就要严格的遵守社保的想法制度 最后一个变化就是社保转移方式逃整 一个人如果在外地工作再迁回本地 或者是离职回家 都会关系到社保的转移问题 此前人们办理社保转移的时候 手续都会很复杂 一个流程办起来,费力又费时 在社保新关注经后 人们的社保的转移就会变得简单多了 只要在当地把社保账号进行封存 去转移的地方再把社保账户解封就行了 而社保制度的不断完善 那将会带给人们更多保障 对于社保的这三流变化 你怎么还能?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见